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尝试了所有的办法 但是无路可走 我越来越不指望能康复 对此 却想得越多 我开始准备我的葬礼 我的丈夫依然年轻 我担心他会再婚 我的孩子被继母虐待 我常在晚间叫醒丈夫 要求分割财产 这样 我可以把自己的那份财产留给孩子 我说 死亡在追逐住我 我的日子快到头了 我的意志被消磨殆尽 我不相信自己能够积攒足够的能量来击败那么多的疾病 我开始倾听那些钱 浮在我体内的病原体的声音 他们刺激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发动攻击 晚上 我所能做的 就是喘息的时候 计算每一次呼吸 我的泪也流干 内心被无尽的痛苦 揉碎了一次又一次 我不再服药 也不在乎了 我唯一等待的就是让死亡把我带走 我希望能够沉睡不起 永远不会醒来 这就是我多年来被受疾病折磨 无法解脱的可怜样子 然而 就在我放弃所有希望时 哥哥的一个建议为我的生命 打开一扇喜悦和健康之门 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发生了 支离破碎的生活 我在一个贫穷 破百的乡村长大 由于谋生艰难 所以村里的年轻人逃到城里 希望淘金发财 我也一样 离开了家 一切重新开始 我嫁了一个有闯进的丈夫 我们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意 一双漂亮的儿女 总的来说 那时生活很美好 但是 你永远预料 不到未来将发生时磨 就在26岁的一天 我本来还在享受住自己的青春 然而 突然之间 我崩溃了 就从那时起 疾病一个接一个地袭击了我 有些是慢性病 有些是不可治愈的 我别无选择 只能在其中挣扎 2008年 因细菌感染引发了慢性胃痛 这是一种可导致胃癌的 炎症性疾病 Aspigo 等于 WIADOW ADSBYGOOGLE PUSH 我也有吞咽和呼吸问题 肿瘤科医院 诊断为鼻咽咽 虽然服用了处方药 但我仍然无法忍受那种病痛 我多次去医院 但诊断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筋疲力尽 身体变得更加虚弱 我失去食欲 并开始失眠 我的体虫迅速下降 几乎每天早晨楼土 我去了医院 被诊断为直肠炎和钢管内饰 后来 我又得了关节炎 鼻痘炎 到了2011年 我又得了前庭功能障碍和颜重工颈炎 因为病痛 我再也无法睡一个好觉 因为需要改变原来习惯性的睡姿 否则 我可能因为肿瘤部分阻挡了气管和窒息 我的鼻咽部有肿瘤 这也解释了我为何有呼吸和吞咽问题 我完全依赖于药物治疗 痛苦至极 在女人如鲜花般绽放的年龄 我却在苦苦的煎熬住 我却在苦苦的煎熬住 我的身体如此虚弱 一阵清风可能会把我吹倒 寻寻觅觅 希望 飘渺我去了全国不同的医院 寻求治疗 甚至还尝试了那些新的治疗方法 但无一奏效 最终 我只是在求医的圈子里转来转去 当意识到西医是浪费时间后 我开始转向中医和草药 我去拜访每一位打听到的医生 那时 我几乎吃不下东西 我唯一强迫自己吃的是白粥 因为如果吃其他任何东西 我马上就会拉肚子 很多时候 我待在卧室里 但是每晚我只能睡觉一两个小时 其一时间 我都在咬紧牙关 忍受疾病的折磨 我在想 人生怎么这么苦 不论我尝试食磨办法 都没有舒服的日子 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之后 我冒险转向灵性疗法 我邀请了所有类别的巫师 治疗者 到我家做仪式 占卜 磨法等等 我不在乎花多少钱 我在乎的是要恢复健康 但是 什么改变都没有 我的希望死了 我没有了任何指望 有一句话说 当一扇门关上的时候 另一扇门会打开 但对我而言 那时候 唯一开住的门是地狱 我放弃了一切尝试 准备等死 我开始准备我的葬礼 Aspigo 等于 W-I-N-D-O-W-A-D-S-B-Y-G-O-O-G-L-E 都是 转机然而 生活充满了惊讶 一天 哥哥来看我 我告诉他 我再也好不起 来了 可能很快会死 他建议我试试法轮功 这是一门来自中国的功法 在世界红传 很多人修建法轮功 后恢复了健康 每次听到有心疗法时 我的心就会雀跃起来 我在网上寻找法轮大法的信息 我也观看了功法演示 功法看起来很简单 说实话 那时我感到失望 因为我觉得就连科学药 物都束手无策 这么简单的功法 怎么可能让我康复呢 我继续阅读有关法轮大法的信息 我读得越多 就越发好奇 我了解到法轮功 包括功法动 做和道德心性修建 债而言之是三个字 真 善 忍 我找到了法轮大法 明慧网 当阅读那些学员 分享他们在法轮功修建中 招刀平和 健康 幸福的经历时 我感动落泪 他们中有些人和我得的是同样的病 虽然我还是怀疑 但是 希望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我打电话给法轮功 义务联系人 对方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我还问了学法轮功要花多少钱 令我吃惊的是 网络上的一切资料信息都是免费的 不过 如果我要买书的话 是要花钱的 价格非常合理 我认为没有人会为了这么点小钱而骗人 所以 我决定买一些书 身体进化当一开始拿到书探的时候 我却叹气了 我不确信法轮功能帮到自己 我把书放到了一边 很长时间都忘记了 后来 我的身体变得越发糟糕 疼痛昼夜不停地折磨住我 一天晚上 我起床走走 想放松一下心情 我在书架前停了下来 法轮大法的书 就摆在那里 突然间 我想知道书里写了些石膜 想读一读 我挑了一本名叫转法轮 法轮功主要书籍的书 阅读起来 就这样 我开始修建法轮功 在练功和读书的同时 我的身体得到净化 一开始 我更加冰烦地腹泻 疼痛加重 因为书中提到了这些 我相信书中所写的 继续练功 书中也强调按照真 善 忍 修建心性的重要性 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 我发现身体出现积极的变化